哈囉大家好我是愛麗絲 有沒有看到這一堆 是的我現在拍這支影片呢 就是我剛回國的幾天 但是才回來幾天 這行李還是一直這樣擱著 但我房間真的不大 再擱下去不是辦法 所以呢我就想說就拍這個影片 然後順便跟大家講一下 我這一次從日本買回來 藥妝的戰利品 然後順便一起給我收行李 那因為我回來有一點就是 感冒所以我現在 在吃紅糖 所以就請大家不要見怪 那今天就是一個 藥妝的戰利品的分享 跟陪我一起收行李啦 大家會現在看到這邊有好多袋子對不對 我已經先把我的髒衣服 都拿去洗衣欄丟了 所以現在看不到衣服 好那我們就廢話不多說 直接是進入到 我在藥妝店買的戰利品 其實有些東西呢 是在我還沒有去之前 就已經先托我朋友 先幫我買的東西 那我們就一樣一樣來揭曉啦 首先是這兩個 這兩個就是我還沒有去 之前就請他幫我買的 就是 無印良品的化妝水跟乳液 那因為我那時候乳液用完了 請他買但沒想到 因為我就要去找他 我就沒有請他寄回來了 然後這個化妝水 因為無印良品在那邊買真的很便宜 這個呢 我應該之後就是當那種 隨時補水化妝水吧 來噴然後師傅用 所以我就買了這個 我還不知道說 這個的效果是怎麼樣子 等我之後有用的時候 我再跟大家分享 啊 先來看一下 這是我新的年曆本 是的 就是愛麗絲 然後他的內頁真的超可愛的 這是公主系列的 所以會有每個公主 然後我喜歡的就是 前面會有那個 前面會有月份 然後後面是這種 一週 然後搭配夜空白 對我來說這樣的是 最好記錄我所有的東西的 那我年曆本 這種東西就是 一年就是用一個 所以我一定要挑一個 自己看不膩的封面 跟內頁 然後我都是習慣用 迪士尼這一系列的年曆本 我已經用了 七八年以上了 就是一年一本 真的拍出來還蠻壯觀 但是真的就是蠻厚的 因為還會夾一些 像是車票啊 電影票等等的東西 年曆本 拜託 我覺得大家都很適合 有一本年曆本 然後沒錯 我在那邊的大創買了 的那個粉撲清潔劑 我買了兩罐 因為台灣有時候大創未必會有 然後我懶得去跑旅程 然後剛好有逛到 我就買了 一次買了兩罐 兩罐應該夠 我用蠻久的了啦 就買了兩罐 然後再來我要介紹一個東西 是非常神奇的東西 那但是東西我已經用完 殼子我也丟掉了 我會把照片放在旁邊 給大家看 它是一個就是 算是貼布的東西 貼在腳底 然後它是 來消水腫的 它不會給你就是 嗯 解除腳的痠痛 可是它會幫你消水腫 因為我去的時候有三天都是穿褲子 然後我們走下來都是 一天走十個小時以上 那像走下來的時候 你的腳真的會腫得非常厲害 隔天我又是穿那種貼腿的 牛仔褲 會很明顯 但是消完水腫之後 那個上面 是糖心子的 那個我的口味是糖心子 它就會吸滿整個水 它就會變成有點黏黏的 然後你腳底撕下來之後 你再拿 濕紙巾擦一擦 你的腳真的會完全消水腫的 我覺得這個程度真的是非常厲害 所以有出國 在日本看到這個 很適合買 那有出國呢 想要就是 讓隔天你的腳 不會那麼腫的話 也會考慮帶這個在身上 我覺得這個真的 很厲害 然後這五天我跟我妹一起 把它用完了 所以沒有辦法拿出來跟大家介紹 我是在TOMOS有看到啦 它是兩片一組賣69塊 我覺得超級貴 兩片一組賣66塊真的超貴 我買不下去 所以我就沒有再買回來給大家看包裝了 但是我有拍 我就會再給大家看包裝是長什麼樣子 有看到的話 在日本拜託買 大盒裝的買 就這樣子 我後悔我沒有買回來了 然後再來是這個 這個面膜 是的 我這次把它殼自帶回來 為什麼 因為 我想跟大家講 我這四片我在那邊就用掉了 我跟我妹一人兩片啦 但是 日本的乾燥程度真的很誇張 就是 你天天敷面膜 你都不會覺得 這是一件很奢侈 或者是一件很誇張的事情 因為就是這麼乾 所以呢 這當下 因為我知道它來台灣了 所以我才又沒有再買 我想說就不要增加心理重量 來台灣再買 雖然當然會比較貴 可是我想說算了 就沒有再特別再跑一趟藥妝店 這個呢 我真的覺得它滋潤度 保濕度 什麼的都很夠 它蠻厲害的欸這個 而且敷起來很舒服 以日本的乾燥程度 敷完十到十五分鐘之後 基本臉上 沒有什麼多餘的精華液了 因為我還沒有在台灣敷過 等我之後再去買了 在台灣敷過之後 我再來跟大家分享一次好了 這樣就在日本 我覺得它真的是 很厲害 好再來也是面膜 是這個 這個保牙 哪裡應該都有在買 它長這樣子 那這個呢 它也是濃濃 很濃稠的精華液 有點像是 晚安凍膜那種濃稠感 然後也是把它敷在臉上 然後它這個的話 有三片 然後還有 還沒用完 但我也不知道在 台灣用起來是怎麼樣 它的滋潤程度是不是 會不會太多 還是怎麼樣 因為畢竟有時候你知道 在國外適合用的面膜 或者是保養品 不見得適合在台灣用 所以呢 在等我也是在台灣用用看之後 再跟大家分享 但是這個在日本 這兩個 真的都 很好用 好 接下來是 講Kissimi的睫毛膏 我當下啊 就在用了 它長這個樣子 它的話它是 捲翹根 我看一下喔 捲翹跟 濃密 對 然後它這包裝是這樣 蓋子的地方 跟我們在台灣看到的不太一樣 然後這隻是沒有 它沒有那種防水的功能 然後它的刷頭是長這個樣子 就是一樣 是像彎曲的毛刷 應該要捲翹嘛 然後重點是 它有淡淡的香味 不像是我們的睫毛膏是那種 就是 睫毛膏的味道 它是 淡淡的香味 這隻真的有嚇到我 然後呢 像說它很會暈嗎 我也覺得它不會暈啊 它沒有 雖然沒有防水 但是它也不太會暈 我在日本 我第一天 我第一天就買了 然後呢 我在日本剩下的四天 全部都用它刷 你看到我任何照片 都是用它 對啊 就是我沒有用 基本上沒有用其他的 後來就用它 就覺得好好用 我就一路都用它了 然後再來是 我還買了一個 睫毛夾 這睫毛夾真的是神之厲害耶 它是那個 心肌彩妝的那個睫毛夾 這樣看起來好像沒什麼不一樣對不對 我拿對比給大家看 這是一般屈城市就買得到的 資生堂的夾子 這是心肌彩妝的 這睫毛看起來不一樣了 它的弧度不一樣 然後呢 這個呢 它是標榜說 它比較長 它可以一路就直接從眼頭夾到眼尾 果不其然 真的這個比較厲害 我也是第一天買了之後 就一路都用它夾 然後我妹也覺得很好夾 就是 它放在眼睛上啊 因為很多時候這種 眼尾會夾不太多 所以你覺得要分三段 中 前面中間後面 那這個呢 我可以直接夾一次 就直接中間到後面 就算前面沒有夾到沒有關係 就是中間到後面都已經夾到了 我覺得這個 還蠻厲害的 然後很好用 雖然它 以睫毛夾來講 穿穿台幣大概 快三百塊 三百塊 差不多 但我覺得還蠻值得的啦 如果以這樣子的 質感來說 心肌彩妝的睫毛夾 而且它整支睫毛夾做的 很有質感 我覺得 很有質感 再來一樣也是KISS ME的 它的這個 中黑色 中色的眼線液筆 然後因為我還沒拆開 我只是想說 剛好我看到 然後因為價錢比較便宜 所以我就直接在 日本買了 但這個的話台灣其實就有了 就不太多做說明 還有這個 艾杜莎的 溫感卸妝凝膠 我不會 不太確定它的完整 正確的名稱 但是台灣好像現在有了 但我那時候就看到就是 有出這種溫感的卸妝凝膠 就很有興趣 因為 我沒有那麼愛油 油的話會 流的亂七八糟 之餘 我在臉上那種油膩感 我沒有很喜歡 所以呢我會比較偏向 乳狀啊 水狀 或者是凝膠狀的這種 它不會去流的亂七八糟 可是卻一定有卸處理 抱持著一個試試看的心情 用用看囉 艾杜莎的這個 我很感謝妝凝膠 接下來是這一小袋裡面的東西 我買了 也是無印良品的那個 壓縮面膜 這還滿便宜的 這個可以 大家也可以買 接下來是三個唇膏 那這三個唇膏 其實在台灣都有一些封身了 然後這個現在台灣有在買 這個 萊雅的這個金色唇膏 我那時候就已經有用了 你看上面的顏色 有沾到我的唇膏顏色 那時候我在有PO一張影片 PO一張IG的照片講說 沒有金屬光的唇膏 也可以打造的原因 就是有這一支 它刷上去就是 金色的 這樣看到嗎 對 金色的 因為現在有混雜我之前沾到的唇膏顏色 缺點就是這樣 如果你要讓它有金屬光的那種感覺的話 你就直接上在你原本 擦的唇膏上面 它就可以打造出一點金屬光的感覺 只是唯一缺點就是 這個唇膏上面就會沾染到其他的顏色 但上上去就是一個 有淡淡的金色 純金色而已 其他顏色就是我原本唇膏的顏色 這支我還蠻推的欸 等於就是可以把你覺得 所有適合的顏色打造成 那個 金屬光 這台灣現在有在賣了 有興趣的可以去去城市或者是康師妹看看 我不確定哪一家有賣 再來是另外兩個唇膏 一黑一白的這個 Maybelline的那個唇膏 那我這個還沒有用過 直接拆開來給 拆開來試試看好了 我那時候直接在架上試的時候 它就等於就是 痾...你用同一個顏色 但是你可以用 不同的顏色堆疊 讓它有明亮感 或者是比較暗的感覺 然後這個是透明的 試一下 透明的 就是完全就是透明的 有沒有看到那個亮亮感 這是透明的 然後 黑的是怎樣呢 好酷的顏色喔 啊這樣就有差了 來給大家看 這樣有沒有看到 很明顯對不對 這個是白的 這個是黑的 所以等於就是 它可以直接 一樣 就是等於就是 你多加一層 就算你的唇膏不夠多 你只要多加一層 你就可以打造 有不一樣唇膏感覺的 顏色 所以呢 這三支啊 這黑白的 我不確定台灣有沒有在賣 但這支 我確定台灣有 有看到的啊 都可以去看看 就是Maybelline的 黑白唇膏 透明的唇膏 跟這個 萊雅的 金色唇膏 我不確定他們完整名稱 因為我是在日本看到的 我有找到的話 我都會把它打在資訊欄 所以大家可以去看看 接下來是 KMAKE的東西 KMAKE我這次買了兩盤的眼影 那這兩盤眼影其實是在 我還沒有去日本的時候 我就托我朋友買的 因為其中一盤好像是 萬聖節限定 但我忘了哪一盤是 萬聖節限定 嗯 我研究一下喔 對 我忘了哪一盤是萬聖節限定 但是那時候它 它架上是寫說萬聖節限定 所以我朋友就幫我買了 但我這次買了 總共是這兩盒 就是一個比較橘色系 大地色一個是粉色 粉紫色系的 就是很實用的兩盤顏色 那 等我實用後之後 再跟大家講 因為這KMAKE 因為KMAKE台灣也有 所以應該基本上 有些顏色大多都有 一個是14號 一個是16號 有興趣的話可以去看看 再來就是KMAKE的腮紅 我買了這個腮紅之後呢 我也是 後面四天全部都用它 新色 PW39 非常的漂亮 然後它是一個淡紫色的顏色 如果之前有很迷那種 紫色腮紅啊 淡紫色腮紅一定要考慮看看 你看 馬上就是已經有 用過的痕跡 直接試色 你看 它是很漂亮的淡紫色 然後呢 整個上起來是 我不知道 就是我覺得 這個顏色真的很美 我今天臉上上的是PW38 就是血色 那 袋妝一整天下來之後 應該有些掉了 然後我就沾這樣子 我直接上上去 看它堆疊的效果 這個紫真的超漂亮的 這個紫真的超級美 那個淡紫色 我不知道現在打光下來看不看得到 但這淡紫色真的是 上起來超級美的 我真的覺得超級美 我會把另外一邊補起來好了 這個腮紅真的是會讓你 上上癮的那種 程度 你看 好漂亮喔 我好喜歡這顆顏色的腮紅 所以啊 我不確定台灣 台灣搞不好也有賣了 就是PW39 這個淡紫色 拜託大家一定要去買 這個顏色真的超級美 那這一趟呢 我最喜歡 目前使用起來最喜歡的就是 這個睫毛夾跟腮紅 真的是最喜歡這兩樣 那如果告訴你們說 我買的藥妝跟彩妝 就這樣子而已呢 其實我這次真的買的非常少 所以接下來就是一些 零食跟小東西啊 來跟大家一起分享啦 那就先來跟大家看說 環球我買了什麼東西 首先是可愛的3G娃娃 這次是環球著名的 這隻Movie娃娃 好可愛呀 好啦 它的聲音應該更萌一點 但我現在是少聲 所以 就這樣子 好可愛喔 然後呢 很喜歡聖誕節 真的很喜歡聖誕節 所以 看到這兩隻出這個的時候 我就失手了 喔 好可愛唷 好可愛 我這種啊 我喜歡都會買這種 可以掛起來的 我是真的會掛起來 因為 呃 至少它總比一個娃娃 就整個都在家裡的好 這個真的掛起來 而且 迪士尼的這個啊 其實做得非常的牢固 我以前有買過一個米奇的 它其實用非常久 要不是我之前卡的東西 我硬扯 它斷掉了 不然 它不會斷 就是它的耐用程度 真的很久 比台灣的 就是一般 那種夾娃娃 或者是路邊它買的那種娃娃 都來的 牢固 所以呢我覺得 是可以買這種釣石 而且是釣起來是可以用得到的 這樣大不了 丟到洗衣機裡面 洗一下啦 然後再來是 環球我還買了一個 這個杯子 這個杯子其實是 我是要送給我男朋友的 還給她的禮物 那我就 拆開來給大家看一下 它是這樣的一個馬克杯 然後呢這個是哈利波特的那個地圖 然後呢 裝熱水之後它就會浮出腳印 我不知道這樣照有沒有看得到它有個 浮起來那個浮雕感的那個東西 它就是會有那個腳印 超酷的 這個是我在哈利波特買的 杯子 接下來是這個 我夢寐也求已久的 哈利波特魔杖 但我不是買哈利波特 我是買金妮 因為它其實把 呃 有十幾支的魔杖都攤開來 你可以自己去摸摸看 自己去拿拿看 它每一支的重量 每一支的觸感 跟每一支握起來的感覺 然後我最後挑的是金妮的魔杖 因為它的粗細度啊 跟它的長度我最喜歡 而且每一支的長度啊 什麼的都不一樣喔 握起來感覺都不一樣 有在看我發了我instagram跟facebook 都一定要有看到 我都有拿著它 超美的金妮的 它是做全黑的 我覺得那時候 我就對於全黑的 我正在想 我到底要拿哪一支 然後全黑的 有史內普跟金妮 那史內普拿起來就太陽剛了 我覺得我還是比較捨得拿女生 最後就是決定拿金妮的 那這個魔杖他們有分 呃不是互動式 不是互動式就是有這種 很像筷子這樣 兩支就可以變筷子 那互動式的話 它前面會有個燈 那它就可以有個地圖 你就可以在園區裡面 找可以變魔法的地方 它就會有一些小魔法出現 但是一樣啊 離開園區之後 它就是一個裝飾小飛物 對 那我還是買了夢寐一求 就是希望可以自己 親自到那裡去挑一支 給自己 我終於挑到了 雖然我不知道我多久還能拿出來一次 但真的好美喔 拿這種東西啊 在哈利波特園區啊 就是一種很爽的感覺 真的是一個爽感 除了爽感之外 我不知道該怎麼說 好啦 就有大家就是 期待一下我之後的Vlog 看會不會就是撿到一些 有在用它的片段 很開心 然後它有附一個這個 這個 它的專屬提袋 然後還有這個 喝奶油啤酒的時候 我是買這種 用塑膠杯裝的奶油啤酒 然後你這個塑膠杯就可以帶回去 它還有一個鋼杯 這個鋼杯好貴喔 我覺得沒有必要 我就買這個 塑膠杯的也很有質感 那它當然有一般的塑膠杯 就是飲料店買得到的那種塑膠杯 然後就是 你那個也可以洗乾淨把它帶回去啊 但是我覺得 就比較沒有這個FU 那你要更有FU 那你就可以買鋼杯 但是鋼杯真的不便宜 那這個平常也可以拿來裝水啊 裝什麼 刷具啊 什麼之類的都很好用 欸對欸我可以拿來裝刷具欸 不錯不錯 就是這樣 嗯 很好 裝刷具 然後接下來我們進入到 吃吃喝喝系列啦 吃的話我買了這個 迷你碗的泡麵 那就是宵夜好朋友 迷你碗的 但是我應該 兩口就沒了 但我覺得很可愛 所以我就買了 然後 糖果我買了這些 糖果這個是 在台灣要賣五六十塊 那邊賣大概三十塊吧 台幣換算啦 我買了這幾個 這個中間應該是酸的 應該是我沒的 但這個的話就是裡面有包那種 就是果汁的這種 然後我現在熟悉要不能試吃給大家看 等一下卡彈會更嚴重 那我又覺得這看起來很好吃 就是它顏色很 很馬卡龍色 我就心動了 然後這個應該是汽水 然後這個是櫻桃 有機會再跟大家分享它吃起來的口感是怎麼樣 但是 這種糖果嘛 嗯大家可以想得到它是什麼樣子的 口味的 沒關係 接下來是我要很推薦給大家的零食 這個 這個意外的很好吃欸 就是 吃起來有點像是 你知道有沒有吃過那個金牛角 台灣的那個金牛角 可是它比金牛角好吃太多了 我不知道是台灣現在的金牛角的味道 做過調整還是怎麼樣 沒有我以前小時候吃的那麼好吃 那個味道有點像 可是重點是它是做這種千層的 千層的那種酥的感覺 所以咬下去真的很有口感 我們當下就是 幾 三個人秒克 玩一包 所以我們後來就去超市買了 這個 然後可是後來沒機會吃到 然後還有一個就是 就是基本款的鹽味 然後這個是 起司口味的 超好吃 開心 開心 然後最後買了這個啦 台灣也買得到 只是因為日本比較便宜 那是我自己愛吃 這種 有很多的海 海洋生物的 餅乾 我已經在那邊吃掉一包了 所以正常應該有 一二三四五包 好 好的 我沒有戰利品 我這次真的買得很少 那因為 在免稅店買的東西 我想要把它放在跟週年慶一起 因為 那些東西其實是我週年慶本來就要買的 只是剛好遇到我出國 然後 來不及在 他們有預購會的 或一些檔期的時候 我去搶 所以呢 我就剛好在免稅店有看到我就買了 但我會想把它歸類在那個 週年慶的戰利品裡面 一併給大家分享 因為那些都還是我在週年慶想買的東西 好 那之後也會想要跟大家分享 就是 我這次 這趟 帶的 彩妝 跟 保養品 大家會想看嗎 欸 我帶了正貨出去喔 之後這個會再拍影片給大家看 我真的帶了正貨出去 然後還有些什麼卸妝洗臉的啊 一些東西給大家 好 那我等一下就去認真的整理心理了 跟大家分享完 都比我自己拿出來了 不歸位 怎麼行呢 好 那 喜歡今天的影片的話 記得幫這個影片按個讚 也記得訂閱我的頻道喔 開啟小鈴鐺 不定時會有影片更新 也可以follow我的instagram跟facebook 會有更多的生活動態唷 好 那我是愛麗絲 我們下次見啦 掰掰 怎麼辦 怕我還是一個類 我的肚子 我趕快來收東西了 要好好把他們歸位 整理心理才是噩夢的開始啊 我之後再跟大家分享囉